明星故事会议 我是大嘴 最近有网友爆料 翟天琳的真实的高考分数是348分 那么这个消息是怎么来的呢 在知乎上有一个网友叫做强哥 他扒了出来 2006年北京电影学院在山东招考的人数 那么扒出一个珍贵的资料 这个有据可查的资料是什么呢 就是北京电影学院在山东当年一共招了两个人 一个人叫马小灿 另一个叫翟天琳 那么这两个人的分数也从另外的渠道发了出来 分数一个是402分 一个是348分 那么这两个人谁考了402 谁考了348 也没有确切的途径知道 但无论是348还是402 都与翟天琳自己所说的580分的高考分数相距甚远 那么有更精确的资料显示 那个网友强哥说 各种资料显示 马小灿在这个北京电影学院当年06年是班长 而且08年又入党了 所以说他的学习成绩更倾向于402分 那么他更倾向于翟天琳的高考分数是348分 那么如果是348分的话 距离580分差200多分 这个撒的谎真可以是弥天大谎 那么真是我觉得在娱乐圈里混 你就好好的演戏就得了 别设这么多没用的人设 你要真是学霸还可以 你要不是学霸愣吹自己是学霸的话 其实这个人设崩塌了之后 自己连套裤衩都不剩了 奉劝目前在娱乐圈的人 别设那么多人设 无论吴秀波的好人人设 还是翟天琳的学霸人设 其实都经不起推敲的 好好演戏比什么都强 你觉得呢 我是大嘴 如果你有什么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 咱们评论区接着聊